这期节目呢 我和大家分享一下 2019年的3月份 我访问达兰萨拉的那段经历 因为马上就要到2020年的3月份了 我想通过这期节目来纪念一下 我的那次难忘的那段旅程 当时呢 我是从香港转机 然后呢 前往印度首都新德里 然后从新德里 坐了12个小时的巴士 印度的国土面积 是非常大的 所以说呢 达兰萨拉 正是因为有达兰喇嘛尊者的 在那里弘扬佛法 并且领导藏人行政中央 和整个藏人的抗争运动 我想 对印度人来讲 也是留下来非常深刻的印象 那么 当时我们坐了12个小时的巴士 然后从印度首都新德里 一路 蜿蜒直上 绕着小山 然后最终抵达 达兰萨拉的 巴士换乘中心站 那个地方呢 抬头一望 就能看到白雪挨挨的 喜马拉雅山南坡 可以说是非常壮观的 那一段地方是 山的另外一边 正是 中国共产党实际控制的 西藏资质区的阿里地区 那么因为当时呢 天气是在三月份嘛 非常寒冷 当时也特地叮嘱自己 多穿几件衣服 而且要戴一个额外的外套 当时呢 我是有幸呢 见到了 赃人行政中央的公务员 拉真女士 由她呢 引导我 当时我还记得 我第一次见到拉真女士的时候 她说 司令先生欢迎你访问达兰萨拉 然后呢 给我的这个脖子上 挂上了一条白色的哈达 那条哈达呢 我就一直留到现在 而且我在达兰萨拉街头的时候啊 路人给了我一面雪山狮子旗 我也一直保留至今 所以说我来到澳大利亚的 布里斯班的时候啊 参加藏人的活动 或者参加香港的抗争活动的时候 有时候我会展开那一面雪山狮子旗 一方面呢 是表达对于藏人 抵抗中国共产党暴政这个运动的支持 另外呢 也是想呢 让更多的澳大利亚的社会的人 能够了解中国的边疆问题 或者说藏人的抗争问题呢 现在还远远没有结束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人权问题呢 一直是一个非常紧迫的中国的一个社会问题 那么当时在达兰萨拉的时候 我们主要的行程啊 是我呢 参加了一个来自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只有我们两个人 咱俩主要是澳大利亚的秦静先生 还有北美的加拿大的盛雪女士 他们访问达兰萨拉的这个参访团 我作为参访团的成员 然后还有幸见到了 美国著名的民主运动人士 和本次达兰萨拉活动的发言人 主旨的发言人 杨建利先生 他也是公民力量的创办人 那么在达兰萨拉那段时期呢 我们在3月的11号 本来计划呢 在那一天啊 要进去 带来两个尊者 但是呢 在3月9号的时候 我们得到通知 那么达兰萨拉尊者 在3月10号那一天 可以接见我们 因为本来尊者是要在 3月10号那一天 据说的那一天的上午 要闭关修行 那么这样呢 我们在那天上午 既不自网纳的前总统 与达兰萨拉尊者 进行友好交谈之后 我们经过严密的 两层的安保 和整个的这个检查 然后呢 才进入到了达兰萨拉 位于呢 达兰萨拉的大城法院 对面的寝宫 也就是他的办公室 那个办公室 也就是现在 尊者办公室 和达兰萨拉尔的主页 还有达兰萨拉尔的脸书 经常呢 播放的 他的会见外宾 和中央客人的地方 那个屋子呢 是一个大约 两百多平方米的 一个大厅 正面呢 是释迦牟尼佛 尊者的法像 然后呢 有一个高台 上面呢 摆放着一些鲜花和贡品 达兰萨拉尔的尊者呢 就端坐在 尊 就是世尊的 法像之前 然后 那一天呢 不允许任何的电子设备 带入到大厅当中 所以说 尊者的那一天 和我们推行致富 大约谈了十多分钟 并且回答了 我们参访团人 提出了一些问题 随后我们还参加了 藏人行政中央 在大成法院广场举行的 纪念西藏和平抗暴 六十周年的大会 那天那次的大会呢 杨献利先生 还有波子瓦那的前总统 都发表了讲话 随后我们还参观了罗布林卡 而且我们还小范围的 与藏人行政中央的司政 洛桑森格先生 举行了会谈 可以说达兰萨拉之情啊 让我十分难忘 让我看到了 在印度这片土地上 还生活着 来自中国的 受到人权状况 严重压迫的 尤其是中国共产党 暴政压迫下 人们仍然没有停止 对于真理 和对于民族自由的追求 谢谢大家 对于真理 我们的误会 然后我们的误会 我们再来 我们的误会 我们的误会 对于真理 误会